所以说现在说要马上加息是不可能的 这个加息这句话 至少也要到2023年的年底之后 咱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有关于美国科技股最近近期暴跌的事 咱们都知道呢 美国科技股在过去三周时间里面 暴跌了接近于9%左右 从14000点的价格掉到了现在不到13000点 特别是像特斯拉 这个是以科技股去年特别火的 作为一个标志性的股票 它最高价从900跌到今天早上最低的时候 不到600只有580左右 跌幅超过了三分之一 大家可能会担心 是不是科技股第二次的泡沫又要来了呢 这个答案的这个问题的答案 简单来说就是 不是回调是正常的 暴跌不太可能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大道理来说 那么科技呢 是人类进步的一个主要因素 我们知道银行啊 矿业啊 交通运输啊 在100年前 甚至于200年前 已经存在了 他们是不是能赚钱 能赚钱 但是他们一直以来 是作为一个人类社会中的一个 中介 桥梁和一个主要的基础行业 但他并不是推动人类发展的主要行业 银行再多能推动发展吗 或者说矿业挖的再多能推动发展吗 都不能 只有依靠科技的进步 所以说像银行矿业并不是说他们不好 他们是基础行业 稳定能够有稳定的回报和现金流 但是很多人如果要追求的是高回报 或者说是超高回报 毫无疑问 那必定会来自于什么呢 科技办法 咱们看看现在世界上市值最高的企业 从上网下台 苹果 再接下来谷歌 亚马逊 微软 甚至于在今年年初的特斯拉 这些都属于高科技行业 所以说在未来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 高科技板块依然会领导着 整一个人类经济 社会和科技向前进步 那么虽然说现在有所规调 但是一 疫情没有结束 二 美国量化宽松 包括现在的宽松政策 也没有暂停 口风 也没有改变 因此 在这两个大前提之下 我个人认为 现在出现暴跌 是不太可能的 即便是有泡沫 即便是有水分 这也需要等待经济足够强大 疫情完全控制住之后 各国的监管和政府 才会允许它 挤出点水分 挤出点泡沫 在目前还是非常危险的情况之下 是不会允许泡沫破裂 这个是我的观点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门话题部分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股票外汇 想买就买 石油黄金 一忙打进 不懂英文 不是问题 GoMarkets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